院長,如果照你的話,就是以這一次的方式,剛剛你提到這樣的方式來做處理嘛 在追認後面的程序,這樣處理 那這個如果不可行的話,那大概釋憲就是你的下一步可能的路 我非常不願意 真的,我非常不願意 不是個好的辦法,不斷地必須提出釋憲,不斷地提出釋憲不是個好的方法 但是當行政立法陷入僵局,陷入到對憲法的一個紛爭的時候 那看來憲法法庭可能是最後適合的仲裁者 沒錯,我行政立法兩院都是憲政機關 憲政機關依照憲法所賦予的任何救濟程序,我覺得都應該被遵守 那最後,倒閣結上國會幾乎是最後最後最不得已的一個僵局下的一個程序嘛 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走上那樣一條路啦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這樣的方式能夠得到在野黨的一個支持 那盡快地解除這樣的一個僵局 沒有一個執政團隊希望能夠用政治上的不穩定來造成人民的困擾 所以倒閣是憲法上面的規定 但是是非常非常萬亂不得已的手段 所以我昨天看到有些在野黨不斷的嗆聲這些的 我認為這個都是很不恰當的啦 就是說你用這樣的方式無意解決問題嘛 憲政有憲政僵局的政治解決方案 但是那不是最佳的方案 我說總有一種方法可以行得通 那我們要找哪一種方法 大家是要找那種方法 而不是找其中最不可能的方法互相來指責 那就不對了 全台灣人民都在看啦 我們也希望各政黨大家能夠發出智慧啦 用最好的高度來解決 如果持續讓僵局下去 而只是讓台灣國會台灣的政治陷入混亂的話 我相信全民都在看 大家都不會接受的